果粉引领期盼的苹果新机iPhone13今天全台开卖了 各家业者都祭出了不少优惠 也吸引了好多的果粉了 一大早甚至天还没亮就来这里排队抢买 远传电信跟中华电信投箱果粉都是昨天下午就来排了 而今年因为疫情不少业者都取消实体排队 也让抢购人潮看起来没有像往年这么多 而各家祭出了投箱好礼 像是中华电信跟台阁大是送AirPods Pro 还有在亚太尔这边的投箱则是买128GB版本 会直接升级ETB 3 2 1 苹果iPhone13开卖首日远传微秀门市推限额50人 中华电信限额20人抢投箱送好礼 果然信果粉前一天就来排队 请问您昨天几点就来了 大约5点左右 大概6点半到这里 果然我们就排第一 然后不久后面半不到半个小时后面来了一个女的 今年因为疫情 像是台阁大等业者都取消实体排队 改采线上直播 但礼品还是没有少 远传前50名送价值5000元的大礼包 中华电信前20名送AirPods Pro 台湾大则寄出线上抽AirPods Pro Apple Watch 6等好礼 亚太投销买iPhone13 Pro 128GB版本 直接升级到1TB 短约现赚17500元 台湾之星则主打配件最低33折还有资费优待 我预购到现在整体的买器是比我们去年再多了六成 办iPhone 5G的这个资费的果粉们都会免费送六个月的Apple Music 除了各家电信业者拼买器 在苹果直营店一早八点不到也涌现取货人潮 选择买空机不搭配电信方案 对不少国粉来说资费优惠还是比不上抢先能到时机的满足感来的重要 华世新闻在面欧前晃台北报道